好 我們現在看到以色列跟哈馬斯 持續不斷的交火 那尾巴衝突到底有沒有最新的發展 趕快把時間交給孟奇 好 謝謝裴茲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早安 我們趕快來了解一下 就是尾哈的衝突最新發展了 我們現在先把鏡頭 來到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維夫 您通過畫面可以看到 這個天空突然出現了這個火光 而且警報聲不斷的響起 因為哈馬斯的火箭 就一次被以色列給成功攔截下來了 而且其實不是只是特拉維夫 宗教聖地包含耶路撒冷 他的街頭所有人都在逃 因為在大白天的時候 突然也響起了超大的警報聲 火箭確實又來了 您可以看到這個兩灶交火 都沒有降溫的趨勢 而且現在以色列的國防部 他們又再加碼了一段新的黑白畫面了 這個畫面就是他們的國防部 他們說他們在戰爭的第一天 也就是七號的時候 裝甲部隊就是消滅了恐怖分子 就是所謂的哈馬斯的組織 您可以看到這個哈馬斯的成員 他嘗試進出到以色列的領土之後 就被瞄準鎖定之後 就馬上被擊斃了 這段畫面不到一天 就超過了四萬人次的觀看 可以看出來說以色列 他想要秀軍事肌肉同時 也是要來進行威嚇 但之所以以色列會這麼的強硬 是因為他不只是南邊有問題 其實北方有點狀況 我們現在先把鏡頭 來到了北邊的黎巴嫩 這個天空也是一樣出現了白色的煙霧 為什麼呢 因為黎巴嫩他們的以色列 反這個勢力的這個相關的人士 就是真主黨 他們就是破壞了以色列 在這邊的監視器 再加上真主黨 他又公佈了反坦克的影片 所以以色列很不高興 就馬上對這個黎巴嫩 他的小鎮進行了轟炸 好 那現在更多的壞消息 也不斷的出來了 不是只是黎巴嫩 現在就連伊朗這個地方 他也提出了警告了 怎麼說呢 他說這個反抗組織領袖 他不會允許猶太的 復國主義的政權 在加薩為所欲為 所以他已經跟黎巴嫩的 真主黨的總書記會面之後 預計未來幾個小時之內 就會對以色列來發動攻擊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衝突恐怕 是可能會進一步的升級 佩茲 好 我們剛剛聽到孟奇說了這麼多 其實大家都想要知道說 因為其實伊朗的部分已經是 他的立場蠻明顯的嘛 那大家知道說美國這裡的立場 當然就是比較挺以色列 那之前跟大家報導說 其實以色列方面提供了很多的軍援部分 那明天以色列這邊是不是拜登 也會親自去拜訪 好 是的 沒有錯 其實在稍早的時候 大概就是在幾小時前 CNN他們也已經證實了 那就是美國總統拜登 他在禮拜三的時候將會親自來訪問以色列 你可以看得出來因為不是只是以色列發生的問題 周邊的國家其實都是蠢蠢欲動的 而對於這件事情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他有最新說明 我們來帶您來看 好 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布林肯的最新說明 其實你會發現到說不是就只是這個美國方面 其實各國他們都有在隔空喊話 但是就軍事部署上面的 我們看到還是只有美方動作是比較多的 目前美國在地中海還有部署航空母艦 除了兩艘之外 有一名的國防部的官員 他們也透露了 說這個2000名的海軍陸戰隊 組成的快速反應部隊 正在前往以色列的海域 那另外他們也很關心 就是待在加薩的以色列人質 美國他們也說不會排除 會派遣特種部隊來進行場秀 佩茲 好 不過重點來了 剛剛已經講到說 其實現在雙邊一邊是為有囚犯 另外一邊是有人質的部分 尤其是哈馬斯已經公布了 第一支的人質影像 不過真的要營救人質 在以色列這個部分 是不是稍微是有點困難 確實是如此 佩茲 其實我們會發現到說 以色列他其實很心急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的人 都還在哈馬斯的手上 特別是我們來看到這段畫面 就是哈馬斯他們公布了 第一支的人質影像 你可以看到這個漂亮的女孩 她現在是21歲的米亞 這個女孩子 她在影片當中 她就接受了醫生治療手臂的傷口 她也有說 她說希望能夠趕快來獲救 而這個過程當中 你還可以不時的聽到 所謂的轟炸的聲響 可以說讓人看了 分享的難過 嗨 這是我的名字 我今天是21日 我現在在哈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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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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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哈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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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哈馬斯 看到這些畫面 可以說是相當地痛心 但是哈瑪斯的動作不是只有這樣子 現在傳出了他們還有奪取水資源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是這個聯合國他們就有說了 聯合國的加薩辦公室 他們的油料以及醫療的設備 通通都被哈瑪斯給偷走了 而且他們偷走的量 是足夠讓加薩進行海水淡化六天 這件事情也讓聯合國可以說是相當的生氣 而這一個中東的這個戰火 可以說是相當的猛烈 今天,聯合國會顯示了真正面對哈瑪斯 當他們確認了哈瑪斯 哈瑪斯 stole油和醫療的衛生物 從U.N.公室的公司在加薩市 加薩斯金,被吸收了 放爐水水的水冷水水 我再次回應,六天 哈瑪斯是領著人家人在賀 的積弃,用相當國的適合 哈瑪斯是在戰爭 買虛人,而不是以為 好 就當大家以為中東戰火只有局限在加薩走廊 你可錯了 這個戰火已經延燒到其他的國家了 您看到這個畫面 一開始看到可能會覺得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個地方是在德國的首都柏林 有猶太人一覺醒來就看見他的門口竟然出現了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他叫做大衛之星 之所以會讓很多猶太人感到相當的害怕 那就是因為在一九三零年代的時候 納粹的他們有用這個圖案來告訴大家說 這個是猶太的商家請大家不要來買 所以目前為止已經有三起相關的案列了 那大家也很緊張就是說 是不是歐洲各地的猶太人可能都會出現問題呢 很有可能現在你住在歐洲 你是猶太人就會變成是穆斯林 他們的攻擊目標 好 那其實不是只是德國 各地也出現了很多狀況 包含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有一名自稱是伊斯蘭國成員的男子 他就開槍殺害了兩名瑞典的公民 那原本在當地進行瑞典對戰 比利時的歐洲國家的足球盃 他們的相關散呢 他也因此而中斷 平均街頭突然強盛大作 路人倉皇奔逃 比利時布魯塞爾 一名自稱伊斯蘭國成員男子 高喊尊主致大 並朝身穿瑞典球衣的球迷 開槍掃射 槍擊造成兩人死亡 事發後瑞典對比利時的球賽緊急喊咖 比利時也提升到最高警戒級別 槍手在臉書宣揚犯案 目前仍在逃 聲稱是要為美國一名6歲 巴勒斯坦裔男同復仇 這比男同最近因穆斯林身份 遭到房東殺害 男同母親也重傷送一治療 比利時首相以向瑞典首相表達誠摯哀悼 並強調反恐是共同目標 而在英國北倫敦兩所猶太女子學校 大半夜遭人潑妻 倫敦警方稱這是一宗仇恨犯罪 有見於反猶太氛圍越來越嚴重 當局已加強社區巡邏 正值以色列與哈馬斯衝突持續升溫 加劇了數個歐洲國家的緊張情勢 多地傳出恐攻事件和仇恨犯罪 民眾人心惶惶 提高警覺 彩虐新聞 全面的報導 礫nam 再adore 請兩位 請 zrobić お見 請 等 等一下 放